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古学家认为说它应该是整个地下大军的指挥机关 它的出土让世界考古时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 并且三号坑是这三个坑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被大火焚烧过的 因此出土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看见颜色鲜艳的陶涌彩绘 这八千多个陶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 他们每一个都形象高大威武生猛 而且关键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长得还都不一样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了 两千多年前这么写实的面孔 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呢 而他们又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 然后你想啊 在古代科学技术还那么不发达 那么浩瀚的一个工程 又是怎么一步步被推进下去的呢 《史记秦始皇本记》里记载 始皇初级位穿至梨山 也就是说秦始皇在13岁的时候啊 就已经开始计划着往另外一个世界里搬家了 他选中了距离都城30多公里 临头县城以东的梨山脚下 作为他的陵园所在地 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 开始了长达38年的修筑 这么大规模的陶涌军团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材料问题了 根据一次次的模拟复原啊 专家们发现 只有采集自秦代地层的卢土和棕红土 再配上20%左右的沙子 才能够最接近真实陶涌的泥胚 这么多的土到底是就地取材呢 还是说全国范围内统一配送呢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么大规模的陶土 它的运输在当时一定是一个非常浩瀚 艰难的过程 那有了材料 你还得做出样子来吧 我们发现秦灵兵马俑 它并不是一体成型的 它像是我们以前玩的那个巴比娃娃一样 须干 四肢 头部分别装上去 装好以后呢 工匠们呢就会采用刮 销 刮 画 贴等方式 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 那这就真的是一个细致活了 如果你有机会啊 到秦灵兵马俑的博物馆现场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秦灵的这些陶工们 雕得实在太精细了 不管是他的虚发眉毛 还是武士铠甲上那些假片的叠压关系 和编措细节 就连这个桂舍俑脚上的鞋子 你看 你都能看到他 疏密有致的真脚 而且这些兵马俑都是真人大小 加上脚下的踏板和发际 发罐 平均身高都快一米八了 而且深刻陶俑的平均重量 也有180公斤 陶马更重 超过300公斤 我们之前意外艺术的微信里面 讲过陶英鼎 我们说一个大概有七年 专业学习经验的这个美术生 捏出40公分不到的陶器 都感觉老不稳定 一直要塌掉 你想啊 一米八的这种大型作品 里面还是空心的 那这样怎么保证能支撑得起来呢 于是我就去找一些材料 我发现有一个材料这么写 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 研究兵马俑课题组的成员孙伟 在一次次的实验下 终于找到了答案 简单点来讲啊 就是人体重心在哪里 这个陶俑的重心就在哪里 孙伟把选好的陶土 经过预制反复垂打和醒移的过程之后 搓成比大拇指略粗的泥条 然后再一根根慢慢盘起来 在盘的过程当中 因为要你找重心呢 要不断地调整这个重心和夹垂条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它一天只能盘40厘米高 也就是一个陶阴顶的高度 说到这里啊 你实在不得不佩服 情人高超的记忆 并且我最重要的一步还没讲 就是烧制 烧制的过程啊 一点都不比制作轻松 因为这些兵马俑都是真人大小 而且很沉 所以对当时的陶窑啊 就有要求 首先陶窑的内径高度 要在两米以上 你才能容纳得了这些大物件 而且如果你要被烧成功 就得有足够高的温度 得达到950度到1050度之间 火候不足就会导致陶质疏松 色泽不一 火候过头了呢 这个陶体就会出现裂纹和变形 所以对整个陶窑的构造和密闭性 就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知道 情人当时究竟是怎么做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出土的这8000多件陶涌来看 没有一件陶涌出现裂纹 也很少看到陶片夹生的情况 那你真的不得不再次地 佩服我们情人高超的记忆了 烧完以后还没完 还要彩绘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兵马俑 都是陶土色 但事实上啊 兵马俑在最初的时候 都有彩绘的 怎么彩绘呢 就是先在它的身体上 刷上一层生漆 然后在生漆上添加各种颜色 但很可惜的是啊 当埋藏在地下 2000多年的兵马俑 遇到空气以后 表层水分迅速蒸发 这层生漆 大多也就起窍和脱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才是陶土色 说到这里啊 我们基本上把兵马俑的制作过程捋顺 从材料的运输 然后到粘土的制作 再到烧制和彩绘 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8000多件陶俑啊 这还不是兵马俑的全部啊 为了使这项浩大的工程不出差错 秦国就沿用了战国中期开始 他们就采用的物乐功名制度 就是在兵马俑的身上 写下制作工匠的名字 以便在审核验收不过关的时候 可以进行层层追责 其实我们应该要感谢这项制度 因为它让2000多年后的我们 有机会能够看见 这一个个小人物留下的名字 比起我们之前花单个篇幅 讲到的这些艺术家 他们实在太不起眼了 他们是当时最下层的陶工 有些甚至可能连名字 都起得非常随意 可是正是因为有这一个个的小人物 在38年的时间里面 前扑后继地为一项工程倾尽全力 我们今天才得以看见 这项伟大的世界奇迹 而且他们雕刻的 也并不是什么伟人 正是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 但是当你今天看到那些 双目圆征或者微微含笑 或者目光深沉 或者文静腼腆的勤勇的时候 我们可能能够感受到 这些陶工在雕的 也许是他们战场上死去的亲人 也许是他们敬仰的人 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历史从来不缺乏伟人 黑夜也不是因为有了月亮 才会闪烁光芒 而是因为有了一颗颗星星 有了一个个小人物 一颗颗小螺丝钉 才让历史的每一个夜晚 都璀璨如昨 谁又能说平凡的伟大 就不是伟大 微小的光就不是光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国家的掌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